放我们就是最近的课程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大概就是做那个SAMIF 然后呢有讲到有关那个保护工作表 跟那个VBA怎么去动态的去变更那个 我们的工作表的保护 那保护取消掉之后才能够去修改里面的资料 那如果说我希望呢 修改完之后又再把保护加上去的话 那其实非常简单 其实就两行 其实那两行其实长得蛮像的 只是一个unprotector 一个是protector 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可以再把上礼拜的云端白板打开来看 里面都有答案 那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这东西资源就在那里 但是你如果不用的话蛮浪费的 以后就忘记了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像是他有资源外用资源 SAMIF那个categorium里面 其实有资源那个像信号 跟那个问号部分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信号就是不定长度的 你可以用信号 问号的话是固定几个字 一个字就一个问号 两个字两个问号 一是类推 那再来就用cont 相关函数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conif 去找到黑名单 OK 那这个黑名单的练习 其实就是第一个 利用conif找到零或一 第二个用筛选 第三个的话再把它录制成聚集 那你按下一个按键 全部就OK了 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进阶的 这样后面 其实我要做到什么 因为你按下去的时候 他画面会更新 所以我们又有教一个画面不要更新的 还记得吧 也是一行 其实我家都是工作上遇到的 基本上书上也不见得会提到的 这当然就是实际经验 第二个他后面还有提到 用表单做什么 进度状态条 如果你希望 当然我们一跑 如果资料多的话 等很久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 他跑多少 显示百分比 那当然这地方 你可以用一个表单做 如果这个我想比较复杂 后面我有补充 有兴趣同学 可以在云端摆板下方 有补充的程式 不过这个我想就是量力而为 如果你程度够好 你就自己再去做练习 然后这上礼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请各位一样接着开启这一题 这个是数学函数里面 乐透彩的中奖几率统计这一题 那实际上呢 他前面两个101102 是从网络上捞下来的资料 那第三个是统计分析 那我要分析什么呢 101年跟102年 他的几率哪一个是最高的 那因为乐透彩他的规则是只有1到42号 第一个规则 这一都好像停变大乐透的样子 后来的规则变1到49号 那再来第二个是 他每一期开出来 所以101年的资料 他每一期啊 开出来的号码就六个加一个特别号 六个加特别号 OK所以规则在这里 那也就一次开七个号码了 那我想知道 101年啊 开出1号的 他的几率是多少 开出2号的几率是多少 有没有方法 很快的把它统计出来 所以这边逻辑应该知道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基本上啊 可以101102 统计分析 那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快啊 第一个当然我要知道说 1号出现的几率 所以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上个礼拜讲到的 第一个用呢 什么统计里面 有个conif 那conif这个函数呢 基本上啊 我们第一个他会跟我要range range指的是什么 101年 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就是第一次开奖到最下面了 所以理论上大家你可以知道 选取向右 再control shift向下 这样就100 不过我讲过啊 如果像这种范围 我是比较建议啊 你把它定义一个名称 不然每次你都要这样选啊 其实选 当然你记得control shift向下 因为向右不行 向右旁边还有东西啊 那还OK 不过如果我说你要顺手一点 我是建议 可以把这个范围啊 先定义一个名称 切过来没有 可以先把101年怎么样 这个范围啊 先control shift向下 先选向右啊 七个号码 那这个号码 我给他一个名称 那我之前习惯用101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哦 名称可以从这边加 或者从什么 定义名称都可以 但是好像从这边比较快 101啊 不过特别注意哦 定义名称啊 你不能用数字开头 所以你如果这样 100 enter 他会跟你讲说 必须什么有效的名称哦 意思就是不能用那个什么 数字开头 所以我我们在前面加一个好了 也许加两个字啊 叫开讲 假设呢 我们101年要开讲101 然后呢 这个102年一样 记得哦 你输入之后 enter一定要enter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输入了 但他忘了enter 而且有名称没看到 那如果你不确定说 有没有输入的话 你可以enter之后 再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开讲10 有 那你就确定一下 这个范围是不是ok的 那是ok表示没有问题 102年的话 这边也是这样 先向右选 再ctrl shift向下 然后把这个名称呢 叫做开讲102 所以这边的话 我先定义两个范围 一个叫开讲101 一个叫开讲102 ok然后呢 我们在利用什么 统计分析嘛 这边的话插入函数 然后利用刚刚用过的conif 范围的话就f3 开讲101嘛 然后找什么呢 条件就是找1号 所以他会在这个里面 所有的数字里面呢 帮我找一下 有没有1号 有好几次 17次 ok 不过特别注意 当然我们不是要次数 我们是要几率 所以几率的话就是什么 再把它除以什么呢 除以这个开讲101里面 全部到底有几个号码 那几个号码的话呢 其实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如果我要算 这个开讲101里面 这些总共有几个号码的话 但你不用突破烟钢 那你一次7个嘛 ctrl向下 达到100 够掉栏位99个 也就99乘上7嘛 就是他总共 不过 当然我们不是要人工 所以总共是693的样子 700 少7个 693 那可是如果说我今天需要 快速的把这个范围 就是开讲101里面算出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上个礼拜讲过 有个叫Count 其实或者Count A也可以 因为里面是有资料 也是数字 所以用Count A跟Count A都OK 那我觉得用什么 用那个Counts好像比较简单 所以除以什么呢 除以总共有几个 Counts开讲 那其实你可以拿这个来改 好像比较快一点 Ctrl C 然后把if拿掉 Counts什么呢 开讲101 意思就是说帮我算一下 开讲101这个范围里面 总共有几个数字 然后打勾之后的话 我们就算出他的几率了 但是这个几率的话 看起来好像0.02453 一直到后面 当然一般习惯上 会把它四舍辱入到小队 第几位 或者是说用万分之 假设我希望他显示出万分之多少 那理论上是万分之245 那我如果希望能够显示万分之多少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它用出成个格式里面 万分之多少 不过呢 你会发现 在分数里面有没有万分之多少 好像只有百分之多少 他没有万分之多少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显示为万分之多少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什么 利用这个百分之多少来改 改的方法很简单 我前面讲过了 就是先选一个接近的再制定一下 他本来是万分之百分之多少 那很简单 你就在这个后面加两个零不就好了 有没有万分之245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出来了 那开奖101做完之后的话 其实开奖102 其实也做完了 名称的好处 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公式复制之后 贴到旁边 然后改一下什么 开奖101 因为它是名称 所以我只要把1改成2 有没有 1改成2 打个勾 有没有就出来了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旁边的格式 这个格式怎么样 复制一下 再刷它一下 就格式过来了 合计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它两个相加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一个加这一个 OK 然后向下填满 那排名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插入函数 我们用rank 也是统计类里面的那个 RANK 下面这边有个RANK EQ的这个 排名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RANK EQ 那理论 当然旧版是RANK 不过它现在用RANK EQ 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就是它的 几率 跟 这个范围的几率 合计的几率 所以 Ctrl-G 向下 这个范围 那比较之下 它的几率在这个范围里面排 26 就出来了 然后呢 一样这个范围把它按F4 把它锁起来 其实锁列就可以了 我按两下F4 按确定 然后再向下填满 基本上就OK了 那另外 其实RANK 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 这边为什么你不干脆用名称 用名称可不可以 这边其实也可以哦 而且用名称反而更快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不用像刚刚的方法 我可以把这边合计 整个变成一个名称叫合计 合计先选取 Ctrl-Shift向下 整个选取包含什么呢 包含它上面的名称 那好像我们之前用过 公式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从选取范围建立 它的名称在顶端列 所以会建一个合计 它的范围就在下面 按确定 那刚刚的方法 如果我用RANK函数 再做一遍的话 非常简单 你就F3 合计 这个F3 也是合计 按确定 有没有发现 一样 一样 为什么呢 上面这个LUMBER指的是 合计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 那因为它会 跟着什么呢 跟着目前的列 所以它只会抓回来 它现在的这个资料过来 那下面这个Reference 一定是要一个范围 所以它会把整个范围带过来 OK 特别之后 不过它有个好处 以后如果你写VBA的时候 找到名称 就非常简单 连I那个部分都不用改 这个等一下也许 我们可以试试看 好了 这边的话 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当然就出来 我们的排名 应该没问题 不过如果说我最后希望怎么样 希望就是说 因为每一次都是七个号码 那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排名里面 假如请你帮我怎么样 把前七名的 前七名的 帮我显示不同的格式 比如说让我前七名的是 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好了 OK 那怎么去做格式设定 请各位先试着先把刚刚这部分先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那有个重点 第一个请各位先把 101年跟102年先用名称定义好 第二个的话 再利用Count if 配合Counts去算统计 再利用什么呢 初生哥格式里面 我是用什么 分数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去做修改的 我补两个零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